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世只是其中的一小段 那生命是从过去一直流向未来 永无止境地流逝 从根本意义上我们是不会死的 不是说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就死亡 我们的意识层面是不断地在流动 那这一世只是暂时的精彩 你这一世就算活得一生精彩 你认为你很精彩 你创造了很多价值才 假如你活100岁 那么只是你生命长河里边很微小的一个间断 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追求 这100年的快乐 100年的成就感或者什么 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有一些福报好的人 可能一生活得很精彩 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困难 因为福报够 但有的人可能总其一生努力 他都在辛劳失败之中度过 他想把这一生过得很好 他也很有才华 但是他仍然会失败 他仍然痛苦 他仍然很迷茫 他活得不精彩 不是有才能就可以活得很精彩 是需要福报的 那福报从哪里来 你说你现在也活得很快乐 其实根本上并不是有能力就可以活得很快乐的 有才华的人很多 但并不快乐 快乐是你生生世世里集的因果跟福报 那么他又追溯到你的切事 里集了这些因果福报 所以这一世你拥有才能拥有能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快乐地生活 让自己的生命很精彩 但是很多人没有 还有从菩萨道角度 如果你只关注你自己的精彩和快乐的时候 那么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很多人在医院的病人 得到绝症的人和辛苦 他们都是你的统领 如果你不关注这些人 当然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关注是从慈善的角度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活 怎么也好活 只是活一百年 如果没有生命底线的话 我们怎么混也好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我们生生世世这个东西 最后生命的意义就又不同 不是一百年的精彩 是生生世世的精彩 这是宇宙的真理 你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 你的生生世世 你不是关注你未来到死亡之间 这二十年的生命 是你生命的意义 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吗 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感情不断地变化 对自己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究竟怎么样活才是最有意义的 生命 去思考 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就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成功不成功来定义了 那么比如我们去赚钱 赚到几个亿是成功呢 当到总统算成功吗 我们的生命算成功吗 赚到几个亿是成功的 世界首富随后再捐出来 是成功吗 这要算成功的生命吗 其实这些都是思考的问题 如果你去看得越开越广 你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就又不同 你怎么样定义你的生命 所以比如说我们从休息人的角度 我一个人精彩活的 那么我可能不会很快乐 我觉得带给很多人快乐才是快乐 那不是一种嘴上说说的 你做了什么 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人家说早闻到息死足矣 如果不能开悟 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追求的对 这个世界有很多诱惑 我们可以今天没满足了 我们拥有了这个 我们就很开心 明天拥有这个很开心 我们的开心是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可以令我们开 只要我们拥有 但那些是不停地在变 但是你最重要是什么 你的意义最重要是 体现在什么地方 生命的意义的定位问题 当你临终死亡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很成功了吗 对未来对死亡你有没有恐惧 对死亡你有没有一无所知 你来到这个世界一百年 死去的时候你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死亡 我究竟死了没有 下一次我会是什么样 什么都不知道 而这一百年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可能觉得问心无愧 但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你是不是做了伤害到别人的事 可能你有心是好的 但是你却伤别人很深 很多很多事我们都知道 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只是觉得精彩 而生命确实不是这一辈子的事 从佛学的角度 当我们拥有很多钱 或者是当了很大的官的时候 其实你永远不能了解 无所得 当一切在你面前 但你永远无所得的那种心态 那种自在 你根本在这个世界得不到什么 最终一无所候 你只是体验了一个生命的历程 而这个历程你根本不知道 你在做了什么 而这个历程你充满了因果 它将带到下一世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着你走 只有这些东西 生命历程里有很多东西 与民力气力无关 不是这些 只是触动你 它们只是不断地触动你 只要我们有钱有钱 我们什么都可以满足 我们也会很开心 为欲望 那人生剩下为欲望所活 但是呢 如果从修道的角度是 意义不大的 你发现很多事情没有意义 对你生命的成长 没有太大的帮助 你只是满足了 你只是觉得开心 自己 其实也谈不上真正一言的开心 一段时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